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是问什么呢 吃了嘛 那么再想一想你们现在同学们见到面 一般来说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可能不再是吃了嘛 那当然除非正好是在吃饭时间 你可能会问这句话 除此之外呢 问的话可能是怎么样 那么怎么样就蕴含了过得怎么样 过得怎么样就蕴含了更广泛的知识和领域 包括你吃得怎么样 住得怎么样 玩得怎么样 所以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 吃的比重越来越少了 以前我们见面第一句话就问吃了嘛 说明吃这个比重在现实生活中 大家的总支出中占的比重很高 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你吃饱了没有 但现在我们想到的可能是你住好了没有 玩好了没有 因此在吃这个比重上 经济学上有一个系数 我们把它称之为N个系数 那么N个系数就代表了衡量一个国家 或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 那么可想而知 如果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 在他的总支出总收入里面的支出比重 食物的比重占得很大 就吃的比重占得很大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是贫穷的 还是富裕的 贫穷的 温饱问题上才解决 怎么来考虑其他的住或者玩 因此在这个N个系数上 国际上有一个标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公式和定义 那么公式呢 就是分子是你的总支出里面 食品占的比重 那么很可见分母就是总支出 再乘上百分之百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N个系数是百分之五十的话 你百块钱里面有五十块钱用于吃 剩下的五十块钱 你可能有其他的服装或者是居住等等 因此国际上的组织用来比较 国与国之间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或者你的贫穷和富裕的程度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张表 这张表是大概统计了2005年左右 全球几个国家的N个系数 从上到下 依次是印度 泰国 巴西 法国 日本 美国 加拿大 那么从它的数字可以看出来 哪个国家最富裕 加拿大最富裕 它的N个系数只有11% 或者说它的100块钱里面只有11块钱用于吃饭 其他的剩下的89块钱可以用于其他 那么最贫困的地区呢 或国家是印度 印度它的N个系数的占到了52% 超过了50% 也就是在它的总收入里面 有一多半都用于了食品 用于了吃 那怎么来衡量 或者怎么来界定 一个国家是处于贫穷 还是处于富裕 那首先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中等 或者我们就处于富裕了 我们就还是贫穷了 当然我自己希望中国处于非常富裕的阶段 我们看一下 国际上根据N个系数的不同 大概区分了一个标准 首先我们来看最富裕的国家 刚才我们所说的 左边这个图里面的四个国家 基本上已经处于最富裕的国家了 低于30% 也就是你在你的总支出里面 不到三分之一 用于食品 那么第二类呢 是富裕的国家 富裕的国家的N个系数是30%到40%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康 小康生活 那么N个系数到底是多少 是40%到50% 那么接下来就是贫困的了 50%到60%是勉强度日 60%以上是绝对贫困 或者极度贫困 好 我们讲到这儿 大家想一下 在中国 大家的感觉里面 N个系数大概在什么水平 小康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中国已经进入小康的水平了 那么什么是小康的生活 我们待会会来谈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数据 而这是中国农村和城镇的 一个N个系数的趋势图 趋势表 左边那一列是城市的N个系数 从2000年到2009年 首先我们来看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 N个系数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 是减少了 那么说明我们的经济在发展 总收入里面的食品支出 在越来越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N个系数的水平 占到30%到40%之间 对吧 在30%到40%之间 应该说我们已经是小康以上了 这个水平应该说 已经是在小康之上了 再来看右边 右边那个那一列呢 是指的是农村的N个系数水平 那么农村的N个系数水平 我们首先再来看它的趋势 很显然这个趋势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N个系数在越来越低 从2000年在农村的居民里面 100块钱里面有可能有50块钱 还用于吃饭 但是到了这年2009年 它只需要多少 将近40%用于食品支出了 所以总的趋势是N个系数越来越低 那么我们的人们的生活 农村的居民的生活水平 应该说越来越高 再来看 总的区间是在40%到50%之间 所以从 无论从农村 还是从城镇 中国的N个系数表明 中国的居民已经进入 小康生活 进入小康生活 那么 话说回来 到底什么才是小康生活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 大家都脸上泛着幸福的笑容 说明大家已经进入小康生活了 那么什么是小康生活 小康生活 再回到我刚才问的那句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包括了三个含义 所以我们把小康生活 把它归结为三类 当然这三类 可能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第一个就是 有得吃 小康生活表明 你想吃啥 就能吃到啥 那第二呢 就是有得住 你想要住的时候 你有房子可住 第三是有得玩 我们在玩这上面 打了一个引号 可能跟大家一般意义上的玩 还不太一样 这一的玩 有点像我们平时说的 玩股票 玩古董 玩油票 所以这些表明的是 经济生活中的 投资 因此我们这堂课 就是围绕 有的吃 有的住 有的玩 来展开 那么有的吃呢 就是跟食品 相关联的物价 或者以食品为代表的 物价的水平 那用更学术的 这个词语来说 就是通货膨胀 第二个有的住呢 我们讨论的是 房地产和房价的问题 第三有的玩 我们讨论的就是 经济生活中的投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这堂课 首先来讲的是 通货膨胀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 通货膨胀的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 什么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定义 第二个要点是 通货膨胀的分类 那一般来说 我们把通货膨胀 分为几类 第四种是 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货币购买力的表现 那么第四点是 通货膨胀的衡量 我们怎么来衡量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在一段时间里的 通货膨胀水平 这是四点 那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 2010年 在经济生活中的 几个关键词 当然这几个关键词 有点调侃的意味 可是反映出了 在现实生活中 在2010年那个时候 人们所面临的经济状况 这几个词 相信大家在网上 曾经看到过 对吧 断你狠 逗你玩 将你军 唐高中 凭什么 虽然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想一想 它表明的是什么 在现实中包括 绿豆 大蒜 生姜 苹果 等等 都在 价格都在什么 上涨 上涨 所以2010年的关键词 可能网络搜索最多的 就是这几个词 那么这几个词 就表明了通货膨胀 所以首先 什么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概念 有几个要点 那首先我问大家 什么是通货膨胀 我们刚才介绍的那几个 算你狠 逗你玩 表明的是价格在 上涨 价格在上涨 但是价格上涨的一个前提 是我们流通的 货币是什么东西 是纸币 还是现在流通的是金和银 每个人身上还带着 一定金子 一定银子 是纸币流通 大家的钱包里面 都是100块钱 50块钱的纸币 只有在纸币流通的状况下 我们才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 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在以前的年代 大家看过很多的 古代的电视剧 我们流通的是金和银 对吧 拿出来都是碎银 或者是这个金钉子 银钉子 那 如果在那个流通的状态下 为什么不会产生通货膨胀 两点 第一 金和银本身有没有价值 有 它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几两银子 六两 十两 它是有价值的 第二呢 金银是什么样的金属 贵金属 稀有的 我们有多少金 有多少银 就能够流通 多少金 对吧 可是纸币呢 首先它没有价值 再来 它可以 无限的 发行 只要你印得出来 只要是这个一个国家的 货币机构 货币当局 能够印出来 我们就可以发行 因此会导致什么呢 发行的量 跟你现实中需要的量 产生脱节 当发行的量 大于现实中需要量的时候 就会产生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 物价上涨了 我今天去买衣服 我发现我中医的那件衣服 价格上涨了 然后我回来跟我的亲戚说 完了 中国发生通货膨胀了 是不是这样 不是 所以第二个要点是 大多数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上涨 你不能以服装 或者某一种服装 作为参照系 就是说通货膨胀 第三个要点是 一段时间 我今天去看这件衣服 价格上涨 可是我过了一个星期去看 价格下跌了 回来了 这个也不算通货膨胀 一定要是一段时间 可能是以月份为单位 或者以季度为单位 甚至以年度为单位 因此通货膨胀 第一 只必流通条件下 第二 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 第三 持续一段时间的上涨 我们把它称为通货膨胀 那么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 通货膨胀的分类 通货膨胀的分类 如果按程度来分 我们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温和的 所谓温和 一听这个词就知道 它的上涨的比率 不会什么 太高 那么这个分界线 不是特别特别的明确 有的国家认为 温和的通货膨胀 大概是1%到5% 或者6% 那么有些国家认为 1%到10% 那么我们给大家 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 就是你的价格上涨的水平 比较偏低 我们把它认为是温和的 1%到10% 那如果再过来 就是加速的 高于10%了 我们认为它是加速 如果超过每个月的 物价上涨的比率 超过50%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 这个国家或地区 产生了什么 恶性的通货膨胀 那么从这个词 也可以看出来 每个国家和地区 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 或者地区产生 恶性的通货膨胀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实例 这是在1945年 到1946年的 就上个世纪 在匈牙利 发生了通胀 我们把它称为 钱的海洋 为什么 我们待会会说 这个原理 钱的海洋 不是说这个 匈牙利很多钱 而是当时 在1944年 匈牙利的货币 我们把它称为平革 它的最大的面值 是1000块钱 1000元 那我们现在想一下 现在在中国 人民币的最大面值 是多少 100 当时在1945年 匈牙利的货币 最大面值是1000 可是时隔一年之后 变成了多少 最大面值变成了 100万 再过一年 变成了 最大面值变成了 数不清了 后面 N个零 你要去买 一盒火柴 可能要带着 上亿的钱去买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的钱变得不值钱了 原来1000块钱都很大 现在可能1亿 或者10亿都不大 那那个时候的匈牙利人 就非常痛恨自己的货币 把全部把钱丢在街上 所以当时的一张老照片 就记录了这个现实 当时的匈牙利人 非常憎恨自己的货币 因为不值钱 把它全部扔在街上 以至于清洁工 不得不全部出动 来打扫满地的钱 大家想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所以我们把当时的匈牙利 称为钱的海洋 满地都是钱 而且地上的钱是上亿的钱 这就我们延伸到 另外一个第三点 通货膨胀的货币购买力的表现 刚才大家已经知道了 价格上升 说明你的货币的价值 就变得低了 原来一百块钱 可以买很多东西 现在一百块钱 可能只能买一点点东西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在解放前 1937年到1949年的中国 我们给几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具体的例子 来表示通货膨胀下 货币的购买力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 以一百块钱为例 在1937年 这一百块钱挺值钱的 可以赶两头牛回来 但过了一年之后 只能买一头牛了 说明物价上涨了一倍 再过一年 只能买一头猪 再到1943年 一只鸡 这个体积也越来越小 价值也越来越小 1946年是 一百块钱只能买两个鸡蛋 跟现在比 现在两个鸡蛋 应该一块多就能买到了吧 再到1948年8月 这是我们看到曙光之前的 国民党货币改革时期 一百块钱只能买三粒米 所以大家想一下 你要吃一碗饭的话 要付多少钱 这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货币购买力的表现 就是你通货膨胀了 货币就贬值了 不值钱了 再给大家看一个 在中国的民国时期的通胀 这个是大家可能在小时候 都非常熟悉的 三毛流浪记的漫画 这是由我们的著名的漫画大师 张乐平先生画的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张乐平先生的漫画大师 都已经意识到了 民国时期的高通胀 这个左上那幅图是 可怜的三毛 拿着主人给他的20万 去买米 当时米要20万块钱 走到米店发现 米的价钱已经变成了30万 回来告诉主人说 米价已经变成了30万了 涨价了 那么主人又给了他30万 等他再回到米店的时候发现 米的价钱已经从30万变成35万 正在变成40万 所以大家想一想 在短短的几十分钟 甚至十几分钟里面 米价从30万变成了40万 涨价的幅度 大概在30%左右 所以这么高昂的 在几十分钟里面 30%的价格的上涨 说明在民国的时期 发生了什么 恶性的通货膨胀 我们刚才分了温和的 加速的和恶性的 发生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所以这就是通货膨胀 那么我们怎么来衡量通货膨胀 有话说回来 我们讲每个月50%的上涨 到底是什么在上涨 大家觉得 是我们的物价水平在上涨 对不对 那么物价水平如何来衡量 CPI 我们经常看报刊杂志 上面是写的CPI 那么CPI用中文来讲 就是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 那么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 它是现在几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用来衡量这个国家和地区 通货膨胀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大家知道除了CPI之外 还有我们说的PPI 生产价格指数 还有我们说的GDP 评价指数都可以用来衡量 通货膨胀水平 但是因为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跟老百姓密切相关 跟消费密切相关 所以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用这个 那延伸过来讲 CPI怎么来计算 每个国家或地区 都会在编制自己的CPI CPI如何计算 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你要衡量CPI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商品的篮子 你才能计算商品的价格 所以第一 要有一个固定篮子 当然这个固定篮子 是不是几十年不变 不是 它会根据你的消费者的篮子的变化 发生变化 所以这个篮子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购物的篮子 购物的篮子 然后在这个篮子里面 根据你购买商品的比重 给它赋予权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找出这个篮子里 每一种商品的价格 最后呢 就是计算 用这个价格和它的比重 计算出总的费用 这个篮子的总的费用 每一年都计算一次 那么你就会发现 每一年都有一个CPI的指数 打个比方 我今年计算的 跟去年相比 今年的CPI指数是110 说明是什么 110% 表明的是 你跟去年相比 你的价格上涨了多少 10% 所以我们用CPI的指数 来衡量通货膨胀的水平 通货膨胀的水平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如何来衡量通货膨胀 假设 2010年 某一个国家 普通家庭 每个月购买一组商品 哪一组商品呢 就是右边那个圆圈 那个圆圈里面有 八大类的商品 有食品 烟酒及用品 家庭设备 维修服务 衣着 医疗保险 交通通讯 居住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应该说这八大类的商品 在几乎在每个国家和地区 是基本相似的 就每个国家的篮子里面 消费者篮子里面 都要用到这些东西 只是每个国家的什么 篮子里的比重不一样 所以这个国家 我们看最大的 它的是篮子是食品 所以按这个食品是34% 娱乐教育文化是14% 按这种比例 算出来的2010年 它的这个篮子里面 的费用是800美元 那我们就是打个比方 假设 而2011年 过了一年之后 购买同样的篮子 花费的费用是 1000美元 那么好 问大家 2011年 相对于2010年来说 CPI是多少 就是1000除以800 再层上100% 所以CPI是125 换句话说 2011年比2010年 价格上涨了25%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CPI篮子不是始终不变的 它可能会根据 自己的消费者的购物的 篮子的结构进行调整 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图呢 仅仅是近年来的 中国的CPI篮子 我们会发现 在中国的普通消费者里面 比重是多少 普通消费者最大的比重是多少 是第一 是食品 对吧 占的比重是将近32% 将近32% 其次篮子里面 最大的比重是 是 大家看一下是哪一个 是居住 居住 那么现在就给大家一个问题 在CPI篮子里面 我们包括了居住这一项 那么居住这一项 包不包含房地产价格 对不包含 那么居住指的是什么呢 既然不包含房地产价格 指的是以租金 房屋的维修金等等 为主的 跟居住相关的费用 所以大家记住 在CPI的衡量里面 是不包括房地产价格的 那么这个是中国的CPI篮子 所以大家从这里看出来 印证我们刚才说的 N个系数 在整个的费用支出里面 食品占到了30% 30多 我们刚才说了 30%多 城市的30%多到40%之间 这是中国的CPI篮子 那么大家再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CPI篮子 和美国的CPI篮子 一不一样 感觉过去就是应该不一样 那大家觉得 在美国一个普通消费者的 购物篮子里面 哪个比重最大 医疗 还有同学说吗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应该是2005到2007年左右 美国的CPI篮子 最大的是什么 是我们刚才说的住房 或者居住 同样美国的CPI篮子里面的住房 也不是指的是房地产价格 那么第二呢 是交通 第三才是食品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美国的恩格尔西数 大概是15%左右 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它在普通的消费者的篮子里面 食品也仅占到了15% 所以每个国家和地区的CPI篮子 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面大家都知道了 CPI如何来衡量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中国的2011年的CPI的数据 第一列是年份 第二列就是CPI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大家在看报刊或杂志的时候 首先要了解 这个数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是以每一年为基准的 如果所有都是以2000年为基准的话 那你会发现它的CPI是什么样的状况 而这里的数据呢 是以上一年为基准的 用最简单的比方 比方说2000年 我们的CPI指数是100.4 说明是2000年跟1999年相比 物价上涨了0.4% 0.4 再比如2009年 我们的CPI指数是99.3 那表明2009年和2008年相比 物价是下降了0.7% 好 这十几年当中 哪几个年份的CPI比较高 最高的应该是2008年 对吧 2008年105.9 其次是2011年 105.4 再接下来应该是2007年和2010年 所以我们会发现 去年也就是2011年 我们承受了很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每个国家和地区对通货膨胀水平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警戒线 那么我们国家 对于通货膨胀的水平 有没有一个警戒线 或者说 是当这个通货膨胀水平 高于一定的 数值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政策措施 来使通货膨胀下降 中国有没有这种 大概的 警戒水平 但我们看到说 CPI超过这个水平了 我们会实行一些政策来压制它 中国的警戒线水平 大概在5%左右 所以你看2011年 我们的通货膨胀水平是5.4%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 我们的货币当局中央银行 采取的是什么政策 紧缩型的货币政策 这我们在下节课会来讨论 那相反 美国它也有个警戒线水平 美国相当于是发达国家 那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这种通货膨胀的警戒水平 是不是一样的 它应该更高还更低 更低 所以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一般在3%左右 当它的通货水平超过3% 那么它的政府 中央银行 美联储 可能要出来进行一些 紧缩性的政策了 再来第三列 我们会发现是商品 房销售价格指数 为什么给大家这个指数呢 大家从这个表里面可以发现 我们刚才说了 房地产价格是不包括在 CPI的衡量之中的 那我们用商品房的销售价格的指数 你会发现 两列是非常不一样的走势的 CPI的指数 和商品房的销售指数的走势 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CPI中 这个房地产价格是不包括在其中的 那么大家了解了CPI 我们来看一下 2011年就是去年的CPI 那么去年的CPI 大家知道涨到了最高水平是多少吗 6.4%到6.6%左右 这个是大大高出 我刚才说的那个5%的警戒水平了 那去年的价格上涨 大家认为主要是以什么引领的 什么为主的价格上涨 所以大家看 2008年我们曾经出现过猪肉很贵 可是2011年又出现过猪肉 又出现了猪肉上涨 但是去年出现的猪肉上涨 跟三年前不一样 因为去年我们遭受了很高的通胀压力 所以在去年的5月份 很多的机构进行预测 2011年的6月7月 那么CPI会达到最高峰 会突破6% 当然我们时至今日 我们回头想一下 真的到了6.4%到6.6%左右 是非常高的CPI水平 再深入地考虑一下 中国的CPI近期的 比如说去年的CPI高涨 主要是以什么引领的 我刚才举了一个例 猪肉 猪肉代表的是什么 跟消费者息息相关的食品 吃的 所以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 最高的那个红色的线 表明的是食品价格 我们发现它非常高 对吧 最高的状态达到了20%多上涨 接下来这个黑色的线 表明的是CPI 就是略低的这个线 是CPI黑色的线 再往下走那条虚线 蓝色的虚线 表明的是居住 所以我们发现 在近年来的CPI水平里面 谁和谁引领了CPI的上涨 食品 居住 特别是食品 对吗 再来看 最低的那两根线 第一根线是那条打擦的虚线 最低的那根线是黄色的线 那个打擦的虚线是 去除了食品 也就是非食品类的商品的走势 几乎没有太多的上涨 那条黄色的线是去除了食品 去除了能源之外的这个商品的价格 也更几乎更没有什么上涨 所以有人这个下定义说 我们近年来以2011年为代表的通货膨胀抬头 通货膨胀的趋势主要是以食品引领的 那么这种通货膨胀 我们把它称为就是学术上 可以把它定义为什么样的 什么类型的 或者什么这个性质的通货膨胀呢 属于结构性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你不是整体的价格上涨 可能是以大多数或者说一部分商品的上涨 为主要代表的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结构性的通货膨胀 当然这是在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上有不同 那么这一点 我们将在下节课的讲解中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通货膨胀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